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范 今天又有一个神奇的故事发生了 这个是什么呢 郑州用46,800一个做的核酸检测亭 用了一天不到就被舍弃了 这个事情先跟大家讲一下始末 因为后面我们要做核酸常态化 就是定期都要做核酸 但是你像我这种不出门的 其实我测不测关系不大 像那种经常要出门的 像都是要48小时或者72小时核酸检测证明 那你需要这么多的核酸检测证明怎么办呢 它就会有一个地方给你统一的测 会在设置大量的核酸检测点给你测 但是大家知道现在是夏天了 对吧 你穿的一个大白那一身会中暑的 很多大白现在都开始中暑 因为它热不通风 这个大家就会想出很多办法 比如说我用这个盖个小亭子 然后你在那个里边去测 我在这个小亭子里头 比如说这个有空调 而且这个小亭子这个测的过程中 这个人在里头 然后通过一个这个手啊 这种这种手套把它伸出来 然后呢可以啊干嘛呢 可以这个呃隔离啊 就是说你外边的人哪怕你有病 你也不会把里边这个人传染上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还不会形成这种交叉感染啊 大家做了这么个东西 其实挺好啊 其实挺好 因为前两天我还看到说上海啊 这个解封了以后 大家为了排队去做这个核酸检测 排四五个小时做不上啊 因为现在还这么热 再加上前两天还看了个视频 我因为我不知道上海现在天气怎么样啊 大家一帮人举着伞 然后在这个下雨天里头 大雨天里头在那排队 然后要去做核酸啊 这个事情你可能真的是新冠没得上 你在在得点别的什么感冒啥的 也给大家找麻烦对吧 你现在您敢感冒吗 这个事绝对不敢啊 所以本来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啊 这个结果用了一天就挂废了 那么这个事到底是一个为什么废呢 我也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一些视频 和一些文章在说这个事 就是他那个东西的设计啊 不是特别合理 就这种核酸检测 其实我以前我们也用过 就是在哪呢 就是原来在北京 在不是那么常态化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比如需要去个医院呀 需要去一些特殊场所 比如我有时候出差呀 那么我们就要去做这个核酸检测 对吧 那就到医院去做吧 医院也会做这么一个专门的小屋子 让大家在这个外边露天的地方去排排队 然后呢去测核酸 它也是这么样一个小亭子 里的是密封的 然后应该也有空调啊 应该也有空调 这个有一个地方可以把两个手伸出来啊 这事是没问题 哎 这个这种东西呢 就是你只要稍微的啊 调整一下 这个伸出手来的高低啊 比较舒服就就可以了 啊 这个效率其实还行啊 效率其实还行 但是郑州这次呢 他那个啊 就开的这个孔啊 非常不合适 啊 但是这个事你也没法说 因为有些这个检测员个高 有些检测员个低 对吧 这个事 呃 你是没法去做一个特别合适的孔子 但是他也没法调因为玻璃嘛 啊 他就是开了两个孔在那上头 所以导致这什么呢 就是你在里头站着呀 你够不着那孔 那太矮 对吧 你坐着呢 又太高 这个手伸上去了 等于你坐在那 这个手是这样的 你站在那 那个手是在下面 就是你又够不着他 然后最后这玩意说 唯一舒服的姿势是什么呢 是蹲在椅子上 啊 板凳上给你两个那个圆 圆圆的那个凳子 对吧 你只能蹲在那个上面去 才能把手伸出去 你说这个问题好解决吗 其实也很好解决 你坐一个带升降的椅子 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加不了多少钱的 就是我可以 把这个椅子 可以根据我的身高 然后正好 啊 调整到这个洞的位置上 然后让我把两个手伸出去 这个事 呃 有多难吗 其实并没有多难啊 他那个凳子呢 我也看了下的是有这个罗纹 就是 他是那种医院里头的那种圆凳 啊 就是底下是 呃 应该有轱辱的 然后呢 他那个凳是可以可以转的 转完了以后是可以升降 但是 肯定那个升降的高度呢 不合适 啊 那就重新配两个好点的椅子 就完事了啊 这个 或者配两个好点凳子就行了 这个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啊 这是一方面 然后第二方面呢 就是你在外边坐的人 也很痛苦啊 就是这个测核酸的人也很痛苦 因为他也是这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位置 他小孩够不着 那小孩站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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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两个手面前你够不着 然后大人呢 你得蹲着啊 或者说你得弯腰 这个也有特别那个位置反正很不合适 他那个地方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情况下测核酸的是坐在那测 对吧 当然像医院上我上次去那个哪呢是站着测 这种事啊 就是他肯定还是要想办法 对吧 这个呃 待会我们再说这事怎么出来的 待会再说怎么出来的 就这个事其实大家是可以想办法 像我们前面也做了大量的核酸检测 那北京那个时候也是说这个全员检测做了多少本 然后我们在这个 因为我现在还封在家里头嘛 这个前面没封在家里的时候是天天检测 然后整个小区到一个地方啊 几千人的小区到一个地方去测一遍 那那帮人也是很痛苦的 对吧 他们几个痛苦 第一个啊 你要扫身份证啊 这个过程是很麻烦的 对吧 这个他们就想办法吧 这个叫这个办法总理问题多吗 他们想了一个什么办法 就是用纸粘了个小架子 然后呢 你正好把这个身份证往上一放 然后那个手机呢 也粘了个小架子 甭管是塑料的 还是纸呀 还是小盒啊 把粘了个小架子 可以把手机支在那 正好呢 就是你把手机身份证放的 他后边就这个对焦 自动对焦好 然后自动一把拍下来 对吧 这个事其实是很容易做的 啊 你说这个用那个纸粘个小盒子 他到底要花了多少钱 这些人花不了多少钱 对吧 然后人家就把这个身份证拿走了 但是前面测核酸的那个人啊 就真正测核酸的人 你得经常换 为什么呢 就是你把手举起来 这件事是很累的 啊 你说我举个手 你还要累 你还要干嘛 你要上天吗 啊 这个事啊 就是你任何人 你这么举着个手啊 去给人刮嗓子眼也好 给人刮鼻孔也好 或者刮什么也好 哎 你刮十个八个没事 啊 你刮两百个 你试试 你刮一千个 我告诉你 手跟折了一样 这一定是这个 手这么悬空起来 去刮人家这个 是很辛苦的 这个问题呢 就是要换人啊 就是要更多的人 要来回换 这个没有办法 对吧 因为我们到那也是说 哎呀 那个就是有时候去的稍微晚一点 到快中午才去测的时候 就那那帮核酸检测员 那手根本抬不起来 对吧 那手根断掉了一样 这个事你让一般人觉得你自己试试 就咱们比如12%拿 给你个棉签 我们那么举着 举一上午你试试 手就直接废掉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这个啊 就是现在呢 出了啊 咱们先接着往后说 咱们待会再说这事怎么出的 这个四万 我看看是多少钱 可能是四万九千八 还是多少钱 接近五万块钱啊 一个这个小亭子 然后呢 这个啊 四万六千八啊 四万六千八 说错数了 四万六千八 一个的小亭子 然后呢 用了不到半天啊 就这个爆雷了 大家就不用了 然后到外边去测试啊 用传统的方式支个小桌 在这个小亭子外边 而这个事呢 还一个是什么 就是说效率高啊 就是我用传统的方式 效率高 可能半天就能搞定的事 然后上这小屋子里头 可能这个好长时间 可能一天你就测不完啊 它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然后呢 还说啊 这个呃 这个小亭子啊 在淘宝上有卖的 中国人这个多精明 对吧 你需要这玩 我就我可能中不了标 但是我到淘宝上 我卖个店铺 我就开始卖了 万一你谁中了标 你可以在我那买 然后淘宝上卖多少钱呢 卖淘宝卖一万八 一个那个小亭子 对吧 那你说这个 但是这事你也没法说嘛 你只要说 哎我们这个跟淘宝那不一样 对吧 这个人家那一万八 是他卖一万八的 我这个四万六千八 我还赔赔两万块钱一个 啊 这话都是人嘴里的 想怎么说怎么说啊 啊 就就反正又又出了这么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啊 就是这个中标的公司呢 大概是五月七号 注册的 然后呢 十一天之后就直接中标了啊 两亿多的这个标啊 四万六千八一个 两亿多 我估计也就是有个 呃 五千个 对吧 还是多少个 这个是四五千个吧 啊 就是这个这个 就是整个郑州市 郑州市大概也有一千多万人口吧 然后就就把它就部署下去了啊 就部署下去了啊 用了半天就挂了啊 用了半天就挂了 就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啊 前两天呢 还有这个说这个上海 有哪个区这个保供菜的 那个保供单位啊 也是注册了几天 就这个直接就中标了 这个事啊 其实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为什么呢 这个真正的那个神奇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原来有这个 有有那么个事情 就是呃 谁家的这个呃 食堂啊 说这个教育局必须要统一送餐 然后呢 这个食堂原来签的这个呃 这个送餐的那个单位 或者说做饭的那个单位呢 就被干掉了 然后吃把孩子吃拉肚子了 对吧 这个这个校长坐在那哭 说我没办法呀 对吧 这个教育局指派下来的 我必须用他呀 就是那么个事 然后那个事 我还录了个视频去骂街 我因为我说这个 这这这样的事情 就是更奇葩的事情 对吧 这个他那个奇葩在哪 人家公司还没注册下来 你先中标了 对吧 公司这个各种什么营业执照 各种什么那个 安全证书 什么食品食品卫生证书 都没有的 然后你先注册下来了 啊 先中标了 中了标以后 在那边补这些手续 啊 那才叫奇葩呢 像郑州这个 包括上海这个啊 成立几天 你就中标这个事 其实挺正常 啊 为什么说挺正常的呢 就这些企业呢 肯定他不是 就是他 像我们应该这么讲 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做 很多的这种公司的事情吧 或者很多的这个啊 叫做什么呢 招投标呢 我们会专门注册一家新公司 所以公司原来就存在啊 或者说以前我们已经运作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呢 我为了去投一个特殊的标 我会专门去成立一个新公司 啊 或者叫壳公司 都可以 这个事是为什么啊 有很多原因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要求啊 这个所有投标的公司 你必须是这个纯内资啊 一点外资都不能有啊 那我一看啊 我这还做着VIE呢 我这还有这个这个境外股东呢 我还有那个什么呢啊 那我就不符合这个纯内资的要求 那怎么办 那做一壳呗 对吧 这个重新注册一新的 然后用这个公司去投标 对吧 但是服务啊 整个这些东西呢 还是用原来的公司去做 哎 这就是一种情况 那我还见过一个 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哎 他比如说他要求了 说你上网投标 对吧 你注册资金必须有3000万 哎 注册资金少于3000万的 我不是你来投标 这个事也经常会出现这样 就标书写的时候 就招标文件写的时候 就有这种要求 那怎么办呢 那我一看我原来的公司注册资金 就500万啊 或者就200万 那或者就50万啊 那就这样的一个小公司 那我就怎么办呢 我就去注册一下3000万的公司呗 我拿这个3000万的公司去接这个标 不就完事了 我就符合你的要求了 哎 所以呢 这个 就是注册新公司去接标这件事啊 不要大惊小怪 这事是非常非常正常 而且国内呢 这还是政府标 对吧 这个公司的标更是这样 就公司的一些 这个这个 比如说啊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你到这个 这个网易啊 你要说哎 我们现在有想跟你做一个合作啊 网易说行啊 我欢迎你跟我合作呀 但是我有个要求 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你要跟我合作了 你不能跟腾讯合作 对吧 这个公司是有好多江湖的 那行吧 那我就这个跟你合作的公司 我就不跟腾讯合作 但腾讯说 我现在也有一个生意要出去找人合作 这个生意你也想做怎么办呢 那我就再注册一下公司呗 然后我那个公司再去跟腾讯合作 不就行了吗 对吧 这个他他就这样简单的一个情况吗 那后边啊 字节跳动 就金字头条 说哎呀 我也要找人合作啊 这个比如说要接我的广告 把游戏放着 我要发行或者什么的 你也去了 去了以后 你看那个金字头条 那个合作事项 你不能跟腾讯合作 不能跟网易合作 不能跟360合作 不能跟谁谁谁合作 他可能有一堆这种排他条件 那咋办呢 再注册一个呗 对吧 咱们只要是合法注册了公司 然后呢 你要求的各种资质都有 这个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这个就是你后边他的公司主体 大家到企查商上去查 他的公司法人 公司主体 公司的股东 可能他是一连串的公司 他们是一起在运作的 但是他这些可是干嘛 就是应对招投标的不同需求 他比如说 这个郑州 说我现在要求你们 必须给我做这个事 对吧 但是呢 我有一个要求 比如我招投标的时候有个要求 这公司必须在郑州啊 必须在郑州本地啊 如果你这个是北京的公司 上海的公司都不行 你必须在郑州本地 那这事怎么办 这个比如说我有一个上海的公司 我想接这个单子 哎呀 那个太简单了 咱在郑州重新注册一个新资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然后咱们拿这个新的公司再去再去这个接这个单子 对吧 这个这个其实是比较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 这个反而我不知道这个这个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 这是很合理 那么咱们再翻回来说 说这事怎么爆出来 这种事的爆出呢 一定一定一定是上层分赃不均啊 就不是说这个谁吃了回扣了 谁没吃着 对吧 一定是上层分赃不均 就是回扣有没有 咱们不知道啊 咱们不知道 但是呢 肯定是说有一拨人 就是真正啊 在用这个啊 核酸检测亭的这些人啊 这些大白们啊 他心里不服气了啊 说凭啥用你的不用我们的 对吧 这个我们也新注册了公司 对吧 我们也整了这套东西 你干嘛不用我的呢 为什么用他的呢 那我得给你上点眼药 让你难看难看 对吧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所有这些事啊 这个不方便了呀 这个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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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不合适了呀 什么所有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摆排 都是摆排什么 你必须要蹲在里边干活的呀 都是摆排 这个东西很容易解决 怎么解决 很简单 你家里搭个木台子不就完了吗 对吧 或者说我在里头再垫张桌子 或者我垫个垫个板 对吧 我就可以坐在里头 然后把手伸出来了 这个我发现 哎 下一个来做核酸检测的这个检测员 个子比较高 那我底下那个台子去了不就完了吗 这是多大个事吗 这个是这叫活人被尿憋死啊 啊 这个一定是这样 因为像我原来看到的 他们啊 这个用这个什么扫身份证啊 做所有这个事情 对吧 你直接用纸盒子啊 粘着个小架子 你就可以扫 这个大家总是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吗 你这个高度不合适 那我加个架子 或者加个小台子 加个什么东西不行啊 垫几块砖 他不能解决吗 不 我一定要拍个视频 骂 骂完了以后 然后说你看 这个做的不行 我们在外边弄了 然后咱们赶快来查他呀 对吧 他这个46800里头肯定有有毛利 对吧 你把它干掉了以后 我们好再重新再上一遍啊 或者是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一定是这样 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你再怎么着 他是在屋子里头 对吧 他是这个有空调 这大热天36度在郑州 对吧 他外边里头是有空调的 这个你穿上一身大白 你到底是愿意坐在空调里头啊 还是愿意在外边晒着呀 这个事 对吧 谁也不傻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呢 一定是有人在上眼药 你说外边的人啊 个矮的够不着 个高的这个需要弯腰 那么弄个板凳不行吗 对吧 你个高的你坐下 个矮的你站在板凳上 或者怎么弄 他有多难啊 这个事能有多难 对吧 然后你现在搞的啊 这个啊 这个两亿多的这个招投标 对吧 这个成立几天的这个公司中标了 这个46800对吧 跟这个淘宝上就有卖一万八的那一万八的那个店铺没准是你自己伤的呢 啊 这个里头就是还是 怎么说呢 还是这个呃 就是内部有些小的这个斗争啊 就是真正做核酸的这些人就是有机会摆拍的人 对吧 他呢 就是要给这些啊 这个招投标中标的这个这个领导啊 或者是这个呃 一些单位呢 给他们点小鞋串串啊 我给你啊 让你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谁还干了这么个事 啊 我原来呢 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 那时候也是到一个单位里去跟人写程序 然后写完成序以后呢 这个反而也有一个这个比我级别高 比我去的老的一个员工 对吧 就赶快拿 就是发现我那个程序里头可能有一个小错误 然后呢 他就一定是背着我 然后呢 到那个领导那去看 他说你看他这个人写的什么就不行 然后你看这有个小错误 后来我说你把这个错误告诉我 或者说你觉得哪不对 你跟我说一声 我把它改了 不行吗 他不 他那个偷偷的说那个 呃 那个你把那个什么还要找我要 你的那个密码啊 什么操作的那个口令啊 什么的你给我 然后呢 他好偷偷的去给老板演示说 你看这有个错 对吧 他有些人他就干这个事情 只是现在呢 这个常态化核酸检测啊 呃 甭管他合不合理 啊 这个这个事情肯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头 必然会伴随我们 呃 伴随我们的生活啊 在这个过程中呢 呃 有采购 有招投标 有所有这个事情 呃 其实已经算做的好的了啊 这个甭管价格怎么样 这个价格到底贵了便宜了 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过调研 没有做过这个事 没有任何的发 这个 这个发言权啊 这个事我们就不说 他到底是贵了是便宜了啊 是不是有人在里拿钱了或者什么的 咱们没有这个啊 真凭实据 咱们也不说他 对吧 但是呢 一定是有人不爽啊 对吧 一定是有人不爽 因为这种困难是很容易克服的 对吧 你在里头你搭几块板 或者说搭两块砖 或者整一个什么事 对吧 这种事情他搞不定吗 对吧 为什么说这个当时把这个小亭子挂在那的人啊 或者小亭子施工完了以后 这个人他自己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一定是叫铁路警察各管一摊 对吧 你负责招投票 你负责卖亭子 有人负责安装 另外一拨人负责这个叫做什么呢 测 对吧 那么测的这帮人呢 肯定就是不满意 说我你看我都测了 对吧 这个你这个卖亭子的钱 你没让我挣着 或者说这个不合适了 那我就得给你上点眼药 我得给你把这个东西抖了出来 让大家瞅一瞅 啊 你们看看这个多么不合理 多么这个什么 上到道德的石膏点上 这个里头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 啊 也就算了 如果真的有事啊 那那这个事就 真的是这个啊 要要要丢人丢大份人了啊 其他的你说这个小屋子 看着挺漂亮的啊 因为毕竟这个时间还短新吗 这个任何事情新的时候都比较好看 现在还比较新啊 看着也比较好看 然后呢 这个叫这个再怎么着 他有空调嘛 有密封 有空调 你说是不是做负压什么的都胡扯 对吧 但是至少说大家坐在里头测他安全一点啊 不跟这些人啊 人流直接接触啊 否则的话 这个你只要测核酸这么多人来测核酸有一个人得了 那第一个感染的就是这大白 如果大白感染了 然后呢 那你就所有来测核酸的人都感染一遍 那这事不就亏大发了吗 所以这个核酸检测厅这件事呢 本身是需要的 啊 这个现在爆出的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啊 基本上叫叫没事找事啊 叫没事找事啊 当然你说他这个里头到底是不是哪有人贪钱了 有人那个什么了 咱不知道啊 这个咱们也不瞎说啊 也不瞎说啊 这个就是这个当有巨额的这个现金流动的时候 有交易在发生的时候呢 啊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啊 咱们呢 等着让这个子弹再飞两天啊 这个看看后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是这个没事找事的人被摁死了呢 还是这个当年这个这个招头标的人最后这个啊 这个这个叫肉眉吃饶还惹了一身骚呢 这个事都有可能啊 这种事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 最终的结果就是更没人敢大活了 对吧 谁敢干活谁倒霉 哎 甭管你贪没贪招钱 对吧 你都要背着这个惹一身骚的这个这个这个结果出去干 所以只有那种叫一手彻底遮天的人 就是说彻底遮了一手遮天了 谁都翻不过身上来啊 谁都翻不过这个什么来啊 这是这些人他想干嘛干嘛 只要是说我对这个某一个地区没法进行这个啊 就是我直线范围内的事 没法进行这个呃一言堂啊 没法把这个所有的不同声音全压制下去 那就啥也别干呗 你只要敢干 那别人就说哎 你们看啊 他这又怎么怎么样了 对吧 他是不是这个啊 这卖四万六千八 然后淘宝上卖一万八了 对吧 这个怎么怎么不方便了 怎么怎么不舒服了 对吧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找事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找事啊 那你比如说他什么叫真正质量不好 哎 你比如说我用了两天 他破了啊 或者说这个这个啊 这个里头有毒啊 或者说他这个有味道 就是用的非环保材料啊 也有味道 然后漏风漏雨 对吧 你说你本来就是要隔离的吗 啊 漏风漏雨 或者说这个漏电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这个啊 问题质量问题 那他可能就真的是说啊 你买的东西不合格 但是现在这个啊 所暴露出来的所有问题呢 基本上都是啊 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式克服的 像我们原来去测核酸 那真的就是摆张小桌 摆个椅子 然后搭个帐篷 对吧 帐篷都是开口的 都不密封 也没有空调 就是弄了风扇 是天热的时候 整个大风扇 空调扇 对吧 你要这个拍手拍什么证 我就把这个叫什么 沾个纸盒 用那个纸盒 沾一个小架子 然后你这个手机也固定下来 把这个身份证也固定下来 每个人往那一放 他就可以搞定吧 这个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对吧 那你说哎 你没有给我做这个身份证 这个扫身份证的这个地方 对吧 我这个扫不上 然后扫的很慢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把这事停下来 然后咱们去录个视频 出去曝曝光啊 那个就是就是找事的 那个就是找事 但是呢 他既然能找事 然后这个视频也播出来了 那么肯定还是这个 后面还是有力量在支撑啊 后面还是有力量在支撑 咱们呢 这个拭目以待吧 看看这个事后续怎么发展 啊 好啊 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啊 方方点赞啊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好 再见 呀 谢谢 谢谢